因為好像是很多年前 暫時來說沒有壓力 反而壓力的是我第一次 大家可能做了旅遊之後 會覺得我第一個代言的品牌應該是condom 但竟然出了一段時間才會有condom找我 如果是推出的話 要不就由我自己出東西就公司出了 我這個也有想過 正在安排 但現在反而我覺得真的會有女生買 對 女生買來你幫你做什麼 送給男朋友 因為其實之前也有一些女朋友會買一張碟送給男朋友 可能她也會比較喜歡看 或者我聽過有些是一起看的 你有沒有試過跟那些女朋友一起去看 我接受不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很多香港女生都很大方 我是不行的 我是那些佔入獄很強的人 這個就要等待可以公佈的時候才可以公佈 但我一直都很努力 還有我會準備不同的驚喜給大家 還有暫時都沒有引退的打算 今年你都好像很安靜 但又是否說有些事情在聽 會搞 我很安靜 首先我覺得也不算很安靜 只不過在AV方面是安靜了 大家覺得 但廣告各方面都在發展 未來也有很多事情在聊 會再陸續給大家驚喜 好見你開始努力經營Youtube 對 有沒有說拍哪類型 對 因為為什麼我會拍飲食片 我主要是想拍飲食片 其他是Vlog 飲食片 因為我其實只好喜歡看飲食片 第一 第二 我覺得做飲食片賺到錢 第三 我覺得 我是不是都要吃飲食了 為什麼我不拍給大家看 第四 雖然我現在沒有廣告摺 但我只剩幾百元 但我一段影片已經回了那個本 我覺得回到本已經很厲害 因為始終都是興趣 而且我不是專業 因為我 首先我沒有聘請人 我是自己去拍 而且我是用手機拍 其實我是用iPhone拍 但一開始用iPhone拍已經OK了 我覺得 例如你說發出Jay的照片 我是 如果你們做我的會員 我是可以接受的 其實 對 他沒有地方抒發 那 如果是他們發出這些圖給你 你會怎樣回答他們 如果是很多年前的我 很多年前的我 我是比較有時間的 我就會評論一下 我會說你這麼厲害 不要發出我 對 對 或者有些很大 然後我說你挺大 然後就不回覆他 對 或者有些就沒事 對 因為其實那些人 你不停回覆他 他會 整天都上聲給你 所以現在都不太回覆 好 好 例如如果有些人問我性愛的問題 一開始跟男朋友 要不應該戴套 那些我其實一定要 對 還要戴這隻 哈哈哈 對 真的一定要戴套 因為你一開始 你不知道對方是什麼人 對 對 還有如果你不小心有病 他有病 都不會跟你說 現在的人很黑心 對 有病都不會跟你說 戴了 然後相處 一段時間 也做夠每一個次數 對 先好不戴 還有如果一夜站 那些都戴好些 雖然是很爽 但是 都要想到後面的路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